阳明的货柜轮到底是在了什么物质 怎么会引发大爆炸呢 有网友指称 船上放的是一种第五点二类的有机过氧化物 化学老师就告诉我们 这个物质结构类似双氧水 在高温运输之下 它容易分解成氧气 而当货柜内的氧气越来越多 就可能会产生爆炸 所以通常会借由冷危运输 也就是必须在低温保存的 危险品运输方式 让物体始终保持同一个温度 才能避免意外 码头边的货柜堆得像山一样高 大型机具来回运作 像夹娃娃一样把货柜放到车上 准备送到货船输出全世界 这情景是海运日常 但这一箱箱货柜可能也暗藏大危险 高温运送的时候 它很容易分解出氧气 那你分解出氧气 一旦量太多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产生爆炸 这回洋民货轮爆炸 船上载的推测是5.2类过氧化物 结构类似双氧水 预热容易不稳定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爆炸 它在常温下就会分解 那你高温温度越高分解出去就会越快 运送都会把就是可能放在冷槽里面 或者说降低周围的温度 那使得运送过程 它分解的量稍微少一点 通常运送途中都会借由冷危运输 让货物始终保持一定温度 这回疑似是冷冻柜没有插电 液体不断分解成气体 直到户柜撑不住瞬间引爆 气体不断冒出 人员穿着佩戴呼吸器的防护装备 就怕一不小心会中毒 运输危险物品共分为9大类 包含爆炸物 毅然液体 虽然有机固氧化物排名第5 但一样具有危险性 户柜中在千千万万 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 这回意外引发爆炸 安全意识还得再加强 上班族都很期待 每年过年之前 要领公司的年终奖金 但如果能够再加上 这笔年终奖金的话 那当然就更好了 这指的是中间的中 也就是大约每年的这个时候 7月8月会发的 根据平面媒体的统计 上市上柜公司当中 今年要来发这种年终奖金的公司 有18家会发超过10亿元 其中最大方的 我们带你看看这个科技电子业的 占了15家 最大方的就是这一家了 台积电 您看到他们要发超过500亿 等于平均每个人会领75万 那么其他产业呢 核泰汽车等于每个人 平均可以领到41万 今年呢 他们核泰汽车的员工 已经可以拿超过15个月的奖金了 而长榮航空 每个人可以领10.86万 好 这个是等于他们一年会有两次奖金 就是在这个时候7、8月 跟过年之前两次年终奖金 真的是蛮好的 那你可能会想问 好 发奖金发了这么大方有用吗 最近不是AI产业股价跌得有点可怕 这下半年还有细畅吗 好 不少财经跟投资机构 其实他们可能想的 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 我们再来看看 好 包括了这个是摩根斯丹利 也就是大摩 他们最近再次强调 认为台湾的台积电 可以列为首选股 他们一点都不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 在长期半导体景气下降的 这个周期当中 却能够看到台积电是具备 高品质以及防御性质的 所以依旧将它列为是首选股 另外来看到是 彭博这边怎么报道呢 他们说 在亚洲的这三家 AI相关的公司 包括了台积电 三星 以及这个SK 为什么他们都看好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三家 他们市值总和大概有1.2兆美元 而他们明年的获利预期 会成长26%到55%呢 带你们来聊聊 算一算啊 去年到现在啊 你有多少钞票都变成了机票 算一算啊 这可让航空业赚了好大一票 熬过了疫情的憋屈 航空业吐了好大一口闷气 长榮航空呢 将发11.3亿元年终奖金 对于联发科和华硕 以员工数约1万人左右 每个人呢 平均可以领10万上下 另外汽车业的龙头 核泰汽车将发2.36亿元年终奖金 以员工约500多人计算 平均每个人可以领约超过41万元 科技业的员工汉没有白流 就算早班晚班大夜班 这火啊没有白泪 根据统计呢 上市柜公司 今年将发出10亿元以上年终奖金的 一共有18家 科技电子业占了15家 台积电呢 更是在年终奖金夺冠 员工酬劳总额超过500亿元 唯一发放百亿年终奖金的企业 台湾员工数约6万7千人左右计算 每个人平均可以领约75万元 奖金拿的最后最大包 年终来这么一大波分红 会不会让人想要离职转头冲 今年毕竟有这种缺工的一个状况出现 因此不分 外销导商科技制造业 或是内需的一些服务业的这种业务型工作 都会继续寄出年终的一个分红 或者是绩效奖金来留财跟抢财 人力银行业者分析 企业把员工的分红奖金昭告天下 主要避免人才外流 也对外发出求贤令 希望重赏之下会有勇服务 华世新闻华明会方请年 台报道 艺人王阳明昨天开车 试驾300多万的爱车 在台北信义区被另外一辆轿车给擦撞 但是对方不但没有停车还加速逃逸 王阳明气得一路追 追了800公尺左右 把对方拦下来理论 王阳明追问对方说 你为什么撞到了还跑呢 没想到对方是一边道歉一边笑 让王阳明决定把这个影片给po网 只是当时他们双方都把车子停在马路中央 一度酿成了大塞车 那么警方虽然没有货报 但是依据规定 肇事逃逸可以开罚3000元 调扣驾照三个月 白色轿车位于规定开车道中央 不断左右偏移 下一秒擦撞旁边车辆 但对方没打算停车 重彩油门加速往前开 驾驶气炸再后头狂追 被撞轿车车主还是艺人王阳明 双方停在马路中央爆发冲突 驾驶沿间自己涉嫌肇事逃逸 摇下车窗评评道歉 我在追踪他的时候呢 他还闯了红灯 最后是因为另外一边的红灯 我们按喇叭他才停下来 他在道歉的时候 他还在笑 如果真的遇到了意外 我觉得一定要停下来 报警会比较好 事发在8号下午2点半 台北大剧断旁 附近有台北市府转人站 两人在路中央争执 一度酿成大塞车 由来王阳明当时在中校动路四段 一线路口 被对方变换车道不慎擦撞 他一路追逐800公尺 停车和肇事驾驶堆 王阳明事后在脸书po文 提醒大家 发生意外一定要录影保护自己 今天是父亲节 想想自己爱的人 跟爱你的人 等了差不多六个多月 然后我付了超定价60多万 我想知道 你们觉得值不值得 这辆进口五门七人坐休旅车 新车要价315万 王阳明刚入手 火速拍开箱影片和粉丝互动 看得出来相当喜爱这款名车 这回当街追逐给对方教训 有网友质疑怎么不报警 他低调不愿回应 选择拍影片回应争议 华日新闻林志淳陆雨昕 资讯报道 片装皇后 尼菲亚在8号登上了 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舞台 这精彩的表演 让现场几乎声不断 包括了头顶茶壶发型 搭配了舞台荧幕 呈现台湾采茶文化 在舞台上呈现了 像是小笼包烤香肠 各式小吃等等 在尼菲亚演出当中 他还说 他知道那里是称为中华台北 但是对他而言 就是台湾 也掀起全场热情的回应 一起高喊台湾 面装皇后 尼菲亚这一跳 跳上了巴黎文化奥运舞台 以天上圣母妈祖的扮相 吸引满场各国游客 拿出手机抢拍 他们一家人 还把高山搬到法国 风家女儿 头顶茶壶发型 搭配舞台荧幕 呈现台湾采茶文化 而尼菲亚还在演出最后 向全世界传递台湾的声音 全场一起高喊台湾 但对他而言 可不只是希望大家认识就够了 有法国民众表示 因为尼菲亚才更认识台湾 还能感受塞亚期 各式小吃通通有 还发放水果造型气球 更少不了MIT音乐 连奥运国手都仿佛回到台湾 高兴我们台湾的文化 在国际上都能被看见 台湾有很多非常美好的 我们事务 其实都需要 在国际上发感发热 选手和表演者 在不同领域为国付出 也让全世界更认识台湾 华世新闻 曹生理事件台北巴黎 采访报道 去拜拜的时候 如果是拜月老 通常是要求个好对象 好恋情 但是月老也能帮你抢到门票吗 带你来看看 最近就有不少韩国团体 要来台湾演出 追星界网路就流传 追星就像是谈恋爱 因此到龙山寺来拜月老 就能够顺利抢到演唱会门票 我们记者实际去拍 还真的 在龙山寺 很多粉丝是专程买了这些 饼干糖果 而且旁边会放他们的 偶像的照片 小卡 娃娃等等 就是要祈求月老 来保佑他们 抢票顺利 也有粉丝表示说 希望能够抢到特区的位置 来近距离见到偶像 成为了拜月老的另类奇观 在月老前 前程拜拜拔 多数人是来求红线 但最近有个奇特现象 来到龙山寺 很多人会来这里 拜月老求姻缘 但是现在有一群追星族 特别拿着偶像的小卡 来这边求演唱会门票 打卡龙山寺月老庙 逛桌上满满都是 韩国男团Stray Kids的小卡 原来8号开始 演唱会门票开场 粉丝们抢票前 特地去拜月老 有人在饼干包装上写下 求4800年号 我要VIP 不只出奇招 也来求新安 宋以棋代表的娃娃 然后这是宋以棋的小卡 告诉她说 我们还想要进去看谁 网路上她说我阿姨 她之前在17的时候 也是来这里拜 然后就有票了 有小卡还不够 又让月老更认识偶像 粉丝还特地准备Q版娃娃 而贡品不止糖果饼干 他们还专程买了饮料 来供奉月老 而立盘摆了满满草莓系零食 同样有备而来 备了草莓的Pokey 跟草莓奖心书 网友说月老喜欢草莓的东西 就是讲说 你要抢哪一天的票几点 然后希望什么区域 就是网友说是越想起越好 受不了 只好使用魔法 希望就是可以抢到摇滚区的票 特区特区 有人说追星就像谈恋爱 为了一张演唱会门票 粉丝们想尽办法 希望月老邦帮忙和偶像牵起红线 希望能顺利亲眼见上一面 动听歌声让台下歌迷如痴如醉 歌神张学友 今年5月时隔6年重返小巨蛋开唱 门票开卖短短30秒就销售一空 黄牛票更含出一张8万元天价 见张学友之后 又有天王巨星要来台开唱 香港歌手刘德华10月将来台开演唱会 8月25号开放购票 为杜绝黄牛主办单位宣布 门票将踩实名抽选制 黄牛恨行近年来各国主办单位也出招防范 像在台湾就有实名制购票答题测验 南韩也有官方付费会员抢先购票 更严厉推出人脸辨识 日本则常见实名抽签制 但过去就有主办单位的答题测验 问题太刁钻 就连粉丝也被难倒 破1MB的胜序 非常难 因为他们那时候破1MB非常多支 我记得应该有7支8支左右 不只是防黄牛 可能还会稍微防到一点粉丝 不只主办单位出招 各国政府也立法逮黄牛 像是台湾去年上路的黄牛条款 针对黄牛查起开罚 巴西国会去年也因天候 泰勒斯开演唱会推动法案 转卖黄牛票最高判刑4年 开罚百倍罚金 还是有稍微帮到一点 就像我身边有一些真粉 几乎都有抢到票 可以以后到不停 徐明志入场查验 对主办单位来说 得花费更多人力成本 不过看在粉丝眼里 只要能顺利买票进场 再多繁复手续 漫长等待都值回票价 华石新闻走报道 好 再来看看这是金马奖知名导演 魏德胜跟昔日合作伙伴 中营董事长郭台强之间 4000多万的财务纠纷闹翻 郭台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而这个魏德胜则是反控郭台强 涉嫌诈欺等罪嫌 郭台强被传唤的时候 他说当初是觉得电影题材不错 才会出面解决拍片的财务问题 没想到却哀告 而今年6月份的时候 法院就判郭台强不起诉 那么现在最新消息是 魏德胜发出了道歉声明 他表示双方善意沟通之后 他发现是因为年久啊 这个年代久远 文件搞丢了造成误会 他已经向郭台强来道歉 达成和解 其实磅礴壮观诠释历史故事 赛德克巴莱 2011年上映 获得热烈回响 但导演魏德胜和中营董事长 郭台强也因此发生纠纷 没想到既然他用诈欺的这个 诈欺犯来对付我们 我是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法 人都要感恩喜福 今天都投资这个影视行业 非常不容易 郭台强遭肥剪传唤表示 当初看中电影题材不错 才出面解决拍片的财务问题 没想到反哀告 原来双方因为四千五百万的 债务纠纷闹上法院 郭台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魏德胜被追债后 反控郭台强等人 涉嫌诈欺 未遭文书背信等罪嫌 今年六月法院裁判 郭台强不起诉 出口在哪里 我们讲一下 今天状况 状况就 要怎么问我就怎么打 这样子而已 其实合作伙伴 互告互杠双方为此多次 进出法院 如今情况出现转机 魏德胜发出道歉声明 表示果子电影和中影双方 善意沟通 因为年代久远 文健一师造成误会 向郭台强道歉 同意达成和解 纷纷扰扰战告 一段落 魏德胜也希望 未来将更多心力 专注于影视创作 华社新闻 陈金顺张全 台北财富报道 21年来首度到美国的 中国大猫熊 云川跟星宝 8月8号 他们在加州的 圣地牙戈动物园 公开亮相了 加州州长 纽森还宣布说 当天就是加州的 猫熊日 节目最后 带你一块来瞧瞧 他们可爱的模样 我是徐湘华 感谢您收看 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锁定 新闻相对论 我们下周见